jaka 我們是相遇的 但我們是相網認識的 那時又很特別 我是在香港 他又在哪裡訓練 西伯 我記得很搞笑的 那時他在碼頭拍攝船 他問我能否猜到他做甚麼 我說他是駕船的 後來才跟我說他是一個風範運動員 一開始 我是因為看到他有踢球 有玩玩運動 我們再聊聊 我也不想說那麼多字 純粹聊聊天 然後叫他猜猜 你猜猜一下 是否你猜到 好像是你猜 是嗎 然後還是忍不住跟他說 可能好像是分開到我 在訓練那裡遇到的一些問題 當然可能又表演得不好 給教練 那時我在比賽 然後就不小心告訴他 我對風範運動 除了李泥山之外 都沒有甚麼留意 我記得奧運是他好像先去找我的臉書 然後我才去找他 發覺這個很厲害 但是看他的樣子是不像那麼厲害 對 對 我去東京奧運的西錦賽 他早了整個星期去到澳洲 但是我就是幫他 因為我在澳洲也留意了差不多一個月 有空著時間幫他搜尋一下甚麼地方 其實我很想去的 但是就介紹他去吧 然後我去過每一個地點就拍照給他看 說我去了 其實很好 因為可能他在訓練 看著比賽 其實他都抽時間出來幫我安排 其實因為我沒得去玩 所以就有個人可以自駕入去代我去玩 又會拍照告訴我 那我也很開心 我幫你探望 你遲些一起去 讓我放鬆一點 對 放鬆一點 沒有那麼辛苦 去到我比賽了 我比賽了 就是張牌輪 那一天他才來到海邊看我的比賽 那一次我覺得都挺完美的 然後他也是在我賽員 就是去東京奧運 他就求分了 就是那一次 你會遇到一個樽頸位 你會遇到一個樽頸位 那在那些時候 其實我都試過 可能在2016年 那個奧運選拔的時候 那幾年 其實我都沒有認真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那 所以去到這幾年 變成嘉威是給了一個 很實在很明確的 如果你是想最後達成你的目標 你一定要有些改變 那就是他每一天 這樣去給一些回應 而且不只是一面倒去支持我的時候 反而我才有些改變 是做到出來 而且最後走到奧運這個目標的時候 變成我們兩個都很開心 其實他未去到比賽奧運 其實他拿到資格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很開心了 然後到一起陪他坦梯 會不會延期 會不會再重新選拔 其實都同一樣很擔心 但我又不可以說出來 之後到他比賽 我記得頭一兩天是比賽的一般 好 你這麼修飾 我覺得有點擔心 會不會最後一次他會失望 但其實見他之後越賽越好 然後到最後達成我們的目標頭十 其實我都很感動 有時可能聽他的訪問 是覺得他這麼多年的努力 是有回報的 我都很看他開心 我覺得我都算很幸運 我九月那個學期都是面對面的 就是上學 認識到一些同學 還有因為加入了足球隊 然後那裡認識了一班 起碼大家都喜歡運動 還有會見得比 可能我平時上課的同學見得多 因為一個星期都會練兩次球 我去大學練習的時候 如果我有空我會去看他的練習 我會看到他不會介意去做任何的事情 其實我是很欣賞的 不介意出醜 他是一個很肯嘗試的人 可能他本身也有些運動的天分 所以其實他都很好 不是呀 你經常說我 像一隻蟹一樣 對呀 已經看得很好的 像有這樣的姿質 當然有的 你肯定看得很好的 現在你只要挑戰 滴個球 滴五下 我覺得他有問過我一個問題很搞笑 他有問我看得到風嗎 我當時就會覺得風是看到的嗎 然後他教我看海的皺紋 看顏色 其實現在比較好 很厲害就是人家上船暫時還未吐過 但他願意付出他的時間 還有在天堂地動的環境 又會出海來認識我的運動 所以我也想去看他踢球 我覺得特別感受到沒那麼孤單 這幾年的比賽他也有GPS的調查 他也會去看 其實已經很難明白了 還要是看著一些三角形的公仔 只是用電腦看見我的樣子 但他會這樣去實時看我其實踢成怎樣 然後他會問我 你那裡為何突然停了 為何你被人過了 為何你突然間要去前面 這些我都會覺得 就算我們不是一起在同一個地方 但也感受到他對我的關心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pact一聲 謝謝你 我剛剛每天兒就在一起 拆下 馬來 謝謝你 來 好 途廊 大家